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产品 DGX 有酒余东 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介绍 图中是用于重新例行物料生产的脚外设备 在公围这些等级市场上基本上只有这样一个设备类型 对于这个时候的设备而言 用户可以选择的只有型号和程序仓类型 图中的就是一台配置长时事物舱的小型设备 当然它有更大型的配套长时事物舱的设备 而除以减少设备占地面积的考虑 我们还有这个抵制生产商的设备可以选择 而有一个灵魂在满足生产需求的程度下 甚至可以选择的不配价 而随着再生技术的出现 为了满足再生的一些不得了生产的需要 设备厂家推出了各种再生相关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贴带生产 所以说在设备使用的方面 我们又多了关于再生配套方案的事物 比如这种再生方法 以及目前非常普及的收官方法 等等 而随着再生技术不断发展 人们对于再生使用的需求也不断提高 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再生设备的使用体验 2014年 RTG线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整体事物 这一全新世界里面的再生产 并迅速取得了市场的国外认为 很快 主流的设备厂家都逐渐推出了类似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 在市场上面以逐渐形成的相常规性 和整体事物 是让两种不同类型的设备共存的主义 让用户在再生设备的方面 可以进入得起 而随着环保的出现 以及环保要求会让它提高 设备厂家开始推出了各种 针对环保优化的想法 让用户有多了关于再生设备的事物 而具体到设备的生产同一步 在设备的配置方面的时候 那更是否有多样 我们推出了DGX 全新一代的力气活标生产的设备方案 正是为了应对工县 复杂多变的使用需求 解决于动物的设备使用式的使用性难题 而对于银级产品里 全新的生设备 一级多性 智慧有格 DGX在整体开发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成规型和整体式 这两种机型的结构特点 把所有的功能模块重新进行规划和设备 为其定义了统一的结合 需要增结和替换 各别功能模块 就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不同机型的转捩 下面呢 就通过一个动画 为大家介绍一下 究竟是怎样进行变化 这是常规型设备配合的办法 这是常规型设备配合的办法 我们对自己拆开呢 可以分解为振动筛 加烤仓 热仓 秤凉 加烦仓 加烦仓 等等这样一个主要的功能 根据变化的需要 首先对于鱼秤凉 我们只需要把其中的秤凉等 进行替换 就可以 由常规型的设备配合 变化为整体系统 而对于我们的搅拌 我们也只需要把其中的办公围板 进行替换 同时 增加性能的扩展同台 就可以变化为整体系统 所需要的搅拌 而对于鱼积叉 也只需要增加性能的 和其中的扩展支架 就可以满足整体式组装的需要 然后把各个工程模块 重新进行组装 同时呢 增加性能的再深度 就可以转换成整体式设备所需要的办公 所以说 可以在后期后升级 变清我们的整体式 而整体式的话 也可以在实际生产的时候 可以需要按照常规性设备的样式 基本上 这就是 一级多神 智慧 针对机型变换 和产品升级的需要 DJX 对于产品的可升级模块 做了更加细致的划断 也就是说 让可升级模块 单元更加是平化 从而 让产品的升级更灵活 综合的成本也能力 例如 对于 搅拌板 这是我们常用微型 所使用的搅拌板板 其中青色部分呢 叫做搬过尾板 把它升级整体式 都需要搅拌板板板 只需要对搬过尾板进行计划 同时呢 增加绿色部分的扩展平台计划 而其中黄色部分的搬过单元 则完全相同 同样 对于 G2X 从常规性升级为成体式 也只需要把其中 粉色部分的车辆板 以及青色部分的516槽 进行计划 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对搬过尾板有的 有深圳需要 比如说加加工工 现在我们的DX 计划 只需要将其中同色部分 搬过单元 进行更换 而不需要把整个角色 搬过尾板 整体计划 所以说 更加精细化的 模仿化性质 让我们的成本 生计以及进行变换更利用 让我们的增加费 也可以更低 关于环保 DX 在规划之初 就充分考虑了环保的需要 对产品进行开发设计 也让系统的烟尘效率更高 处理效果各地 而 完善的隔热将到时候 也可以让设备运行的 声音更低 让总体的热量散湿更少 以主流外包回包 又不可以按照实用微信的原则 选择 只对歇了了那么多 进行封闭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选择把 乘凉层 搬过层 一起封闭 从而来实现更好的外包效果 DX 采取 激情式通胞的生理思路 也就是说 将主流的外包包件 与社会 自带保温模块的外包包件 深度积极 从而 以激激的废物 就会实现 理想的外包效果 这是常规性的办法 我们对于整体式的办法 也采取了同样的生理 模块化可不是什么 成品仓 对于成品仓而言 旁之式的成品仓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模块 模块 而DX 呢 是 将结构高为复杂的 抵制性能仓 也做了相应的模块化 首先呢 针对不同工化 我们可以选择 配套模块 也可以选择 不配模块 而两种形式的办法 我们都做了生意的事 而且可以实现 父母性化 包括有些相关的 外围物件 诸如反舱 提升机 用户完全能够需要 灵活水配件 而对于成品仓本身 这是标准单跨式的成品仓 如果用户对于 舱的容量 以及隔搜数量 有更高要求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 进行 一字形的扩展 或者 紧字形的扩展 两种扩展方式呢 一方面可以满足用户 多变的扩展需要 另外 也可以更好的 适应的通常 地本 物举许 关于选择方式 我们丹麦是本常 標配的这种 摆脱流槽的扩展方式 全封闭环保 结果简单很靠 当然 我们对于应用性 扩展的情况下 也可以选择 我们平易小车的选择方式 当然 我们的小车系统的话 也做了些 一个环保生育的处理 而对于 紧字性扩展的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 正交小车的选择方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风向小车 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是 我们德基机械 专门针对这种 紧字性双化 各种的文化 还专门开发了 选择流槽的选择方式 同样 全封闭环保 结果简单很靠 当然 这也是我们德基机械的 专利技术 所以说 我们模式化的 实行领参 同样也可以实现 多机型 多型号设备功能 DGX呢 还规划设计的 多种的 学会功能文化 以及标准文化的 扩展介绍 我们的再生气功 同样还有 常规风光 出系列分开 能够再生气功 不同的再生气功 方式配成 而对于再生风光系统 我们除了用这种 常规的 顺流式加热的风光系统 我们还开发了 完全采用热气加热的 逆流式风光系统 我们的机构 它的机构 完全标准统一 也就是说 同一台设备 可以分别选配 不同形式的风光系统 而同一广光系统 也可以给 不同机型 不同型号的设备 进行配套 另外呢 我们TGX 还规划设计的 多种的 标准选配的块儿 比如 我们的自动添加浸浸浸浸浸 我们的人工头料浸浸浸 我们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浸浸浸 还有 像我们的 温饭八套浸浸浸浸浸浸浸 我们的 第二次添加浸浸浸浸 等等等等 用途完全不需要 按去选背景 而且所有的 这个功能模块 也都是 多设备通用的 关于设备的 装饰的话 我们TGX 也要充分地 根据 用户的不同场地 对于设备 布局的需求 我们分别开发了 再生系统 相对于 我们的完成 比较浸浸浸浸 以及 右下方向 两种不同的 方式 而且两种方式的话 用户完全可以 使用实际的需求 进行选 即使当用户的 角地发生变化时 也可以根据实际的 角地形状 在两种不同方式之间 进行切换 所以说 大大的方便 用户物局的灵活性 智慧组合 随心所变 正是基于 这一全新的 产品开发理念 把TGX 打造成 小翻转型的 变形金刚 全面提升客户的 设备使用体验 选择TGX 让我们的客户 再也不需 为设备水平行而进行 用完全根据 当前的需求 选择最适合的设备 就可以了 即使当用户的需求 还不变了 TGX 也可以完全 对于用户的需求 来转换用户 从而 让用户 用最适合的方式 来使用设备 而且得益于 模块 通用 无缝升级的成果 可以真正让TGX 做到无尽使用 用户只需 极低的设备投资 竟可以得到更多 更新的设备功能 真正让客户的 投资收益 最大 就是我们 全面升级的TGX 系列成果 选择TG 解决成果的选型难题 就算选择对机械开始 DGX 让您的选择 总是明智的选择 谢谢